非得莫忙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今天民国112年9月20星期三 礼拜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隔周星期三的时间 因为星期三这个时段 我放的都是跟各位荷包有关的议题 国际的财经资讯 理财科技 这些议题我都会放在这里 隔周我就会请好朋友沈云聪 为大家做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 但有一天有一些的 你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最近的热门的新闻 或者是沈云聪会特别去挑一些 不是这么热门 但是但是有点意思的一些的 一些的事件跟角度 让你看到可能有一些的趋势 他正在萌芽当中 好那是今天的沈云聪 他要开始蹭新闻的热度 最近的新闻的最热的 就是华为跟皮革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就从华为跟皮革 因为我听说了 我听说了 我听说唐向荣收到一支华为手机 哎呀我真的忍不住啊 虽然虽然我还 他真的还可以拿出来 你不是要把它裱起来吗 我还没有 我还不表了 我只有在这边 对对对对 这你看 哎你讨厌耶 拿出来炫耀耶 对啊 你看炫耀 对 就是 但是因为在台湾 我觉得有点被你搞得很脏 没有就灰啦 因为那个静电的关系 我现在每天 你开始用了吗 我已经我已经我已经设设设设定好了 可是可是因为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原来用Apple嘛 有很多的这些联络的系统啊等等 要搬的时候呢 他你要知道在两个不同的系统之间转换的时候呢 也还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想要在另外一支 能够能够有另外一个号号吗 就是单独单独使用 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对 不是有人说不能下载Google 是一个大的困扰 其实 其实他非常好克服 非常好克服 已经有很多的这种的软体 几乎用一键的方式呢 所以还是可以 可以的 像赖玉千啊 他们都已经都下载完了 陈凤欣的老公呢 也都已经都下载完了 那你使用者体验怎么样 他的 但我 他的全功能 有很多我都还没有摸到 但是因为我原来 原来我车上就有一支华为手机 在车上的时候呢 就当备用机 那也说我国家用华为手机的时候 除了他的照相功能 当然因为那个时候呢 那个是Made 20 他是跟莱卡合作 他的那个照相跟摄影的功能 真的超好 那而且我说是他的 他的手感 整个的手机的质感 我认为他整个手机的质感 是很高级 那我看看 我摸一下 对 这个这还在装了 你装了一个壳 这个他原装的保护壳 原装的保护壳 看起来不错啊 对啊 他的他的质感 是非常好的 对啊 所以所以现在热卖 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会觉得就 以他现在的配备的规格 跟他的 跟他的就黑科技来讲 对于 其他的这些的竞争者 会感受到压力是必然的 好吧来回回到你今天的主题 中美科技战的商兵累累 对 今天当然不是帮华为做广告 也不是帮Apple做广告 所以我自己来也是在用Apple 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Apple跟华为的 你看先后在八月底跟九月初 新产品的推出 我觉得事后看慢慢 大家会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商战 来做观察 因为其实这一波的中美科技战打下来 我们慢慢可以看到了几个新的不同的角度 首先我们你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商兵出现了 其实Apple算不算 Apple当然算了 你看他这一次 我看经济学人就说 他真的就是被华为一个突袭 因为过去都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然后所以他就老生在在 每年行礼如遗 九月就要宣布他的心机 对 你想想看你就站在 而且天天都每年都是小改款 就是没有新意 你看到他那个样子 我说在就是这几年的苹果 真的没有什么新意 是啊 是你从iPhone11以来 几乎看不到太大的创意 所以这个是Apple 作为老大的这个姿态之后 其实自己要有所警惕的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 你看哪有公司是像战兰尼被人家打的 我就固定九月要宣布我的心机 华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我就找你 我就找你一个礼拜 宣布我的更厉害的机种 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经济学人说 他真的就是被华为给讲了一句 我相信苹果内部现在对于这个策略 一定在深切检讨当中 我们今天9月20号节目播出 华为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官宣 华为是9月25号才要正式的官宣 官宣的那一天你才能够知道 可能还有很多隐藏版的 它的设计上面的黑科机跟功能 那天才会知道 这又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角度 你会发现说 现在在网络时代 然后几个新的大的科技巨头 只要你有足够的产品力道 只要你有足够的品牌话题 你其实可以换到很多免费广告 你看Apple本来就是一个 特斯拉也是另外一个 马斯克更厉害操作这一套 就跟之前的贾博士一样 你看这一波华为也是 因为产品一旦够强 其实你还没有开始官宣 全世界都知道 然后大家都其实等着你看 所以这个其实给这些科技巨头很重要的一刻 所以你东西如果真的是过好 你品牌真的够强 老实说你可以省下很多广宣的费用 那渐渐其实也看到 我看到经济学院就说 因为这一波中美科技站下来 商丁累累 Apple你看一下子市值就挣发了2000亿 那Apple的下跌当然反映的不是只有Apple自己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连带的 包括帮他做晶片的 你看连带的几家像高通啦 Service啦 也都股价受到影响 高通一定会受影响的 没错 相反的呢 华为大陆的中心 当然是这一波中美科技站的最大受害者 但是也同时从另一边来看 也因祸得福 为什么 你看一下华为的手机 它现在跟大陆自己的市场的市占率 从原本的17% 看起来今年有渴望来到13% 那再加上大陆如果真的不让Apple在那里 禁止官方要使用 其实这个目前当然 大陆现在大概700万个公务员 里头经济学人是说买得起Apple手机的不多 所以其实他就算禁对Apple的实际市场的伤害不大 但是如果接下来整个中国市场 渐渐掀起反Apple的浪潮 那其实对Apple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坏的大消息 现在我们都知道 大陆在它的市场率占了20%左右 但是你放眼把美国科技业的企业名单打开 中国占它超过20%的企业 或者科技跟产品比比皆是 你看我随便大家很熟悉 回答好了 你看回答了Data Center的晶片 大陆也占了百分之二十几 然后你看像Arm好了 最近那个IPO的Arm Taro也占了四分之一强的市场 所以你说这一些当中美科技战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会衍生出什么样的胜负是很难料的 但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在场眼上这些企业都很灵活 比方说你看 美国近回答 卖高阶晶片给大陆 所以回答就 那我换个版本可以吧 没有错 我就换个降出的版本 减配 减配的版本可以吧 对 所以我昨天就看到这个金融时报 大家应该也看到这个新闻 所以大陆的这几家大了 像腾讯阿里巴巴 疯狂的狂买啊 赶快把回答的这个新款的这个A800新的 这个已经降速的芯片买了放着 当然他们也的确有大量需求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AI是平价避震 再加上其他有量子物理量子运算等等 其实都需要非常强大的晶片 那现在趁着拜登可能脚步还没有很够快 那他们都赶快买 其实在大陆我们都知道 这些晶片黑市价格都飙得很高 这是现在中美人之间民间企业变通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种变通方法就是绕道 绕道 我们现在看到大陆现在很多的订单 都不直接跟美国买 跑到东南亚 跑到中东 中东 你不要看不下中东 你看中东 大陆说中东呢 中东怎么可能会进那么多AI界晶片 中东哪里有AI 难道他们自己不能发展AI吗 只能给中国买吗 其实中东在发展AI已经很久了 其实他们很努力啊 我们不能够以为说买AI晶片的一定知道是中国啊 中东其实他们在发展AI 他们认为他们的机会 其实这过去这件事情特别是少尼阿拉伯 还有卡达 还有阿联 他们砸钱 他们甚至于设了一个AI部长 他们部长加AI部长 砸很多钱 他们从美国花高薪 请了很多AI的专家过去 所以我想说 美国要限制中东买AI晶片 疯了 就怕中国怕到这个样子吗 那他们自己要用啊 其实但问题是 在当地的这些心状很多 老师说背后还是有中国 没有错啦 有一些是中国的资金啊 中国就就是反正 反正穿了隐形斗篷之后 到越南啊 到那个去啊 对让你看不到中国 但其实还是中国 是没有错 那你能怎么样呢 拜登不管啊 他还是照样宣布 说他要禁止回答 把一些高阶晶片 卖给中东啊 所以现在连中东 要拿高阶晶片 都很麻烦 所以这个是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这个中美贸易战 所掀起的各种的 进一步的问题 然后你看中国 现在也在反制啊 也在反报复啊 美光的记忆晶片 现在就被封杀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大家过去 如果看 我们看到Apple的股价重挫 其实大家怕的 不是只有Apple 大家看坏的 不是只有Apple 而是整个相关的 大的概念 之前我们也讲过 拜登现在连云端 也要出手 所以接下来受影响的是谁 Alphabet啊 Amazon啊 微软啊 所以这些都会是 接下来 很大的商兵 而且这些不是做设备的 他做云端的 他没有办法 像之前我绕到中东去 我绕到东南亚去 所以这个进一步 对美国的高科技 未来的业绩跟股价 我觉得都是很值得观察的 你看像现在 不要讲别的 回答好了 你看回答 今年公布第二季的营收 就掉了6% 这还是经过各种的 补回来的结果 而且对对对 不要忘了 现在啊 这些很多的 包括还有设备厂 你看硬材这些 现在就是因为中美科技 这样开始搞 大陆想办法赶快买 然后特别是比较中阶 以下的晶片的各种设备 跟产品 都想办法开始囤积 所以你看采购量都暴增 这还是靠这些补回来 所以接下来 假如当这一些的需求 都慢慢饱和之后 请问这些大科技厂 未来业绩怎么办 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 在明年的上半年 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 有更多新的花样出现 对了 当在科技战开打 大家发现中美是 打真的的时候 就是这些企业 为了要囤积粮食 普遍的都有重复下单 然后过度 就是说采购的情况 那之后一定会有段的消化期 那不管是这种的采购的消化 或者是之前的去库存的消化 其实今年下半年 全球的经济大概就在 就是在一个去库存的 一个过程当中在调整 不过 我觉得大部分人把华为的想法 我觉得 我觉得概念 概念跟意象上面都想错了 因为华为 华为这家公司 因为它不上市 它拒绝被资本干扰 它不只是在 不在中国上 它不在美国上 反正它就不上市 所以它对于 对美国来讲 一家不上市的企业 它当然就缺乏信任感 它就觉得说 那我就看不到你财报 我就不知道你在干嘛 里面就没有我的独立的董事 我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所以它对华为就特别的就不信任 那现在大概初步了解 就华为的这芯片 甚至于跟中芯是没有 没有关系 是华为自己搞的 那这个就更夸张 大家以为全大陆只有中芯 可以搞得出这一则这种的恩恩加二 但如果华为自己都可以搞 那就那就很 那你是那你是怎么怎么搞出来的 你知道华为是一家怎么样 就华为为我现在慢慢觉得 美国要要把华为搞死了 是有道理 因为华为不是一家公司 华为要你要 如果你要对照的话 它是 它是 Apple加Microsoft加Tesla加上了 加上加上的星链 加上Google 你可能还要还要加加上Alphabet 你要你要把这些呢 都加下来 对你你其实概念上面来来讲 华为几乎就是美国的尖牙股 他一家就是美国的尖牙股的全全部 我不让你死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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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才有鬼 所以把华为跟苹果去做一个简单的 比较齐齐小的小灾 华为不不是只有苹果 手机呢只是他的一部分而已 老实讲没有没有手机业务 你会发现对了他手机部门来讲 对他来讲的是压力是大的 可是他从总体来讲 他仍然是所有的所有的收入等等 员工的福利 基本上并没有受受影响 他的他的资本投入的仍然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华为的可怕就是他是一家打尖牙股五家的 进广告回头了 阿菲德摩网飞碟早餐 我去谈一下 好那刚刚讲的不管是呢 不管这商兵累累啊 这个商我觉得还要等到9月25号华为官宣之后 华为最最近的官宣啊 当然他借着雷蒙多访问大陆的时候 突然间丢出这只手机 那真是太太太狠了 因为在没有丢出那只手机以前 我相信市场上面全世界呢 都不预期华为还有开发手机的能力 大家都认为华为已经差不多了 你做做44级手机就基本上过过干瘾吧 已经没有人要了 他没想到丢丢出来 因为像我们在看拳击赛啊 就是一个被打伤的人 负伤反击 突然一击左勾拳 我讲到那种都是好莱坞式很热血店 一个已经被打趴的 那裁判已经在拍地板了 3 2 他站起来 站起来之后呢 他看着对对手 告诉对对手说 比赛真正是开始 那种当然是很电影 可是华为现在干的 几乎就这样的事情 他就丢出一只手 手机 然后全世界都不要赶快去理解说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东西 对他的晶片的速度来讲 还是赶不上你苹果 现在的三奈米的制程 这个话任正非也承认 我妈给大家差太远 但是任正非的过度谦虚 我觉得他就是西方在面对华为 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点 就是任正非他在面对到 面对到西方的科技打压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那个态度 对内他是鼓舞的 他放那架飞机的照照片 他呢 他呢 拿那张的芭蕾舞鞋的照片 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都非常的困难 可是我们一定要过去 那我们在 我们在科技的长征的道路上面 可是当你看到说 他的晶片上面 他也知道 我跟你的三奈米制程是有差距的 可是我说 当我在看这只手 手机的时候 我说时代的 我根本不就不care 你什么几奈米的制程 因为就跟我们买车一样 对那种极端速度的追求 老实讲 根本就不是我们使用 这个东西的重点 你认为是吗 你认为你买一辆车 当你有七八辆跑车了 可是我说实在 你买 七八十辆 对了 我那个 对就是说 放在仓库里面 好 那你说 你买的这些的跑车 买的当时 他在告诉你 就是说 我的0到100的加速度几秒 那很过瘾 他可能就卖你很贵 然后听那个声音 跟老实讲 你买的车时候 你真的 你真的在用这 不是吗 总体的性能 如果经常的故障 或者除了加速度以外 啥都没有 那你要干嘛呢 你在乎的可能是油耗 你在乎的 他可能是内装舒适度 可能是这些的东西 他才是真正使得 你对一个东西 产生依赖的关键的因素 所以华文电手机出来之后 尤其他的 他的卫星的通讯 我觉得他 他绕过去之后 大家太低估 他的那个卫星通讯 我在 我在跟陈凤金 在开箱的时候 我特别强调说 你有没有看到 他盒子上面 他的产品的名称 都已经改了 他的包装盒上面 他不说他是手机 他说他是卫星 移动终端机 他卖你的是一支 卫星移动终端机 你光想到就是说 如何把一个同步轨道的讯号 能够收在这支手机里面 没有天线 那个就非常的可怕 所以真的不要低估他 我说他是所有的 尖牙骨的总和 今天美国不只是八国联军 而且是他几个企业 必须要共同面对 他们将来面对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都是华为 我觉得中美的对战 还会持续很久 那你说双方胜负虽然难料 可是我 你如果问我 我会觉得 他一定是两败俱伤 我会觉得一定是伤的 只是说在伤多重 以及伤之后 还有多少反击的能力而已 我说的不过是华为 还有包括Apple在内 然后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现在 在看中国企业的时候 尤其是西方媒体 在从西方的角度去看 其实很容易误解他 因为两边的成长的土壤 就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对欧美来说 很大 老实说也是他们很困扰的地方 因为你看大陆的这些企业 和共产党奶水 共产党奶水 然后我完全拿他没辙 我不像在美国 我可以靠股民 可以靠市场 可以靠分析师来左右 可以靠维权股东 来影响他 来带领风向 但是在大陆的这个企业 我其实拿到完全没有办法 不只是半导体 不只是手机 不只是靠科技 你看像电动车 还不是像 最近你看对欧洲市场来说 现在就很麻烦 像欧洲市场 大部分很大一个比例 都必须来自中国尽头 然后非常有竞争力 价格这么的便宜 所以欧洲你就算把关税给拉高 你还是阻挡不住这个浪潮 过我再听到冯的来 当然他代表欧盟 他说他们要开始对中国的电动车展开 反倾销的 就补贴的调查 我一天我就说 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 你知不知道补贴反倾销的概念 补贴反倾销概念就是说 我在你的市场 我做的东西在你的 在你家卖的比我家便宜 那才是倾销的定义嘛 就是我卖给我自己人的 一辆车呢 卖一万块 我卖到沈云冲呢 剩下八千块 那你就知道我有补贴 可是他在欧洲卖的 虽然比欧洲的电动车还是便宜很多 可是他还是比同款式 在中国电动车贵很多啊 他赚很多啊 你看他的毛利就知道了 那你要控制他倾销 你只能说 从他的那个理解当中就知道 欧洲现在在电动车 美国在电动车当中 在成本价架构上面 跟中国的电动车差距已经非常大了 没错 而且这个政策当然有对又不对 所以对的地方是 的确其实在很多的电动车新创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是大量补贴的 直到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 对于这些电动车上 也都是还是大量的减税啊 免税各种的扣底跟补贴 我我觉得那些的鼓 那些到底是鼓励还是叫叫补贴啊 我都很有疑问 当然奖励啊 我们又有产充条例的奖励 那我奖励消费者用电动车错了吗 你德国不是也是一样吗 换句话说你到底是补贴车厂 还是补贴消费者 消费者本来呢 如果燃油车 OK你要你要去请车牌 大城市你都已经找不到 好吧 但电动车好吧 那我就让领牌的方便一点 这到底是鼓励还是补贴 而且而且所谓大陆进口的欧洲的电动车 其实还有很大比例是特斯拉 还有很大比例是 没有错啊 是宾市 是B&W 是他们自己欧洲的车长 他们就没有办法摆脱啊 因为他们现在几乎都跟大陆车长在合作啊 没错 但其实我因为就得说 现在当中国要 当欧洲想跟中国一起合作做生意的时候 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争议 可是当你要硬是跟他划分界限 然后要搞对立的时候 这其实你要重新去谈他 就会有很多 你没有办法用过去谈论的方式去谈他的 其实我们看美国 其实即便是欧洲美国这企业也都是一样 我们常常表面上跟实际上是两回事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 最近不是安谋IPO了 然后就让美国这些搞资本市场的人非常兴奋 觉得哇你看过去IPO市场冷了一年半 终于又来自大雨了 然后接下来大家就想打拾水棍上 所以像那个Instacart要上了 然后德国的Burken鞋也要上了 你买过Burken鞋吗 穿过了 我也穿过 还是觉得好硬 还是觉得穿不习惯 就你看他们那个皮啊 那个袋子都是硬牛皮的那个袋子 对了我在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蛮喜欢穿Burken鞋的 对啊 我就是我是穿感觉的 不他他的他虽然 但他保护足足足足弓的设计是很好的 不知道了 我可能我的脚长得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是穿面子的 觉得我朋友都穿Burken鞋 然后我也跟着穿 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 所以后来还没有在穿 你脚太能 因为你脚有绑脚吗 对不对 有绑脚 我的脚不重要 重要是Burkenstock 他也要跟着IPO了 那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他的商业模式也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产品本身是很特别的 因为我们一般的产品都有所谓的市场区隔 有些比较适合老人 有些比较年轻人喜欢 但是很特别 Burken鞋其实在欧美市场是非常受欢迎 为什么说欧美市场 因为他的确 欧美占他最大的销售比率 主要的市场在美国54% 在美洲 然后欧洲占他36% 所以两个加起来就已经纠正 其实亚洲可能是绞行各方面的问题 其实没有那么 有可能 没有那么说 所以他主要是欧美 而在欧洲的顾客 当中 一般的鞋 像这种拖鞋 男人比较喜欢穿 可是博肯鞋72%的客户是女生 真的 我还以为是男性比较多 72%是女生 然后呢 很特别的一点是 他是跨世代一个产品 我看到了一个数据 他说 博肯鞋的主要顾客群当中 排名第一的虽然是Y世代 不过可以从最老的讲起 婴儿潮 婴儿潮就是1946到1964年 之间的占他百分之三十 接下来呢 1965的开始的X世代 一直到1980年代 占了百分之二十七 少了三个百分点 但也将近三成 接下来的1982年到1994年的Y世代 占了百分之三十一 就算Z世代也占了百分之二 所以说Z世代之前的那三个世代 你看从1946年出生的 一直到1994年出生的 这一整个年龄层的光谱 因为大家都喜欢博肯鞋眼 他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但我为什么说 你没有回答他怎么做到的 不知道啊 讲了半天 你没有答案 我以为你问我是你有答案 没有 我要讲的是说 因为活动你看 这个鞋子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他虽然是1774年就创立的 一家百年 两三百年历史的老品牌 但是其实今天的博肯鞋 跟当时的博肯鞋 已经是完全两回事了 最重要的分歧点 最大的分水岭之一 就是他在两年前 卖给了LV集团 OK我们知道LV集团 他那个老板有个控股公司 那控股公司现在就用他来买 买很多的品牌 那个你常买的那个Tiffany 也是给他买掉啦 对不对 等等 那Birkenstock也是他在2021年 给买去的 所以换言之 买掉之后呢 原本Birkenstock的家族 只变成很小很小的股东了 也就是说这个企业 如果说他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话 那个家族企业精神早就已经不在了 他现在其实已经回到了 美国资本市场去的一家 要听命于市场 听命于股市 听命于分析师的一家公司了 那当然这一次的IPO 对他来说有很多有利的条件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安某所炒热的这个市场之外 还记得那个吗 那个Bobby 你去看Bobby吗 我没看Bobby Bobby脚上就穿了一双 Broken shirt 对 他其实是很有话题 跟在这一次IPO 让他的股价可以炒得更高的条件的 对 因为 柏肯鞋的style就是 很简 我的感觉 他比较简单 然后比较休闲 他很休闲的感觉 可是我在路上看到穿柏肯鞋的 不多啊 好了 我跟你讲 我刚才说不知道是想说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柏肯鞋之所以可以跨时代 其实跟他家族长期的经营 要打造的精神是有关系的 也比方说 他就设计啊 人体工学啊 采用 其实就是要 针对顾客穿的时候 真正的舒适度 我刚才虽然讲说 我自己穿的我不习惯 可是 我所认识很多人 穿到柏肯鞋是非常肯定的 他的确是有符合到他脚底的功能 然后穿的是非常舒服的 也因为他很坚持这个基本的价值 所以从老到小 穿了都觉得满意 这其实是他成功非常重要的条件 对了 就是说舒适感 就中国人的俗话了 就是说鞋子合不合脚 还是要自己穿了才知道 乃至于你脚的厚度 东方人的脚背的厚度呢 比较厚 所以我们买鞋子的时候呢 常常会发现 你买西方的鞋子的版型 你也许注意到大小 可是其实他不止大小的问题 鞋子的厚度啦 然后你的脚的形状啦 那个差别呢都很动大 这是为什么 就算有现在 你在网路上看到很多的山寨 其实都不太能够威胁到他 当然他自己有说 他这次IPO的报告里头 他有讲 有分析认为说 你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最大的威胁是山寨 网路上 所以他其实一长期来 过去都很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他几年前就宣布 不要在Amazon卖 所以他的这些商家 只要你在Amazon 他就不卖给你 不让你在Amazon去经销 所以这个其实是他 防冒 防山寨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不过我还是觉得 被仿冒呢 是一种 是一种的荣幸 对于你的品牌长久来讲 被仿冒是好事情 来进网告 回头继续跟沈云冲聊 好 浪费的浪费的早餐 我是等一下 浪来先星期三的时间 沈云冲的时间 好 不过呢 再继续呢 我们在谈了 超级央行周之前的时候 要提醒大家 报告大家 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就是沈云冲 那个呢 一直摇摇欲坠的podcast 不能说摇欲坠 姚艺兄姿 他之前的 什么东西 他之前苦心经营的 小马哥说财经 对不对 小马哥说财经呢 那个是原来是跟 跟商业合作的 对好 那这个合作 因为改变了合作的对象 那现在呢 他推出了呢 自己的podcast 那这个podcast呢 先改个名字 我说呢 你沈云冲这么有名 你要把你的名字放上去 人家搜寻比较方便 叫小马哥 还以为是马云九呢 对不对 好 所以他现在呢 新的podcast 就是沈云冲说财经 对不对 只要搜寻就可以找得到 对对对 其他的节目的节目的内容的精彩度啦 format的啦 时间的长短啦 都一样 初期我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因为之前我做两集 现在改成每个礼拜一次 然后我就题目稍微多了一点 我把我们本来每个礼拜二 谈的经济学人 跟我礼拜三谈的别的话题都合在一起 所以目前会稍微长一点 好 来 那大家呢 就可以呢 在podcast上面呢 现在呢 就可以开始呢 搜索 可以订阅呢 沈云冲说财经 谢谢 好 再来 来我们关注一下呢 这个礼拜 今天是星期三的时间 大概就是这一两天的时间 那包括了美国的联总会 那全球的超级央行都开始 那我看到市场上面 当然包括资本市场呢 都在等待消息 所以资本市场呢 这几天的时间 那个整理的味道呢 是很清楚的 就在等消息 对 全球 你看从礼拜二开始 其实美国不只是联总会 还有陆陆续续的几个 包括就业指标 包括采购经营指数 然后你看一下加拿大的通膨的数据 然后瑞典瑞士英国 都会陆陆续续公布 他们最新的经济指标 那最值得重视 当然就是这些主要国家的央行 全球交易量 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十大货币 当中会有六个国家的央行 会在接下来这三十六到四十八个小时之内 公布他们最新的这个利率政策 而这个利率政策 基本上当然就基于他们所掌握的最新经济指标 所做出来的 所以我说这是超级央行州 很值得大家在这几个小时之内好好去认识一下 最后呢 目前当然我们现在录的时候 都还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不会 不过目前我所看到的 包括彭博分析师 包括欧美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 我先讲一下 基本上我所看到的讯息是 他们认为这一次的联准会会暂时不再生息 但是会在谈话中 特别的强调 未来的这个货币会继续保持紧缩的状态 而不会松懈 这是我所看到的 目前的分析师的起码看法 包括朋友在内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第一个 看在央行眼中 其实整个通货膨胀的压力 物价上涨的压力是完全没有解除的 是完全没有解除的 那为什么在没有解除的情况下 暂时不再生息呢 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三个月 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话题有关 因为全球 包括你看尤其是中国市场的通缩 中国市场的购买力需求大幅的衰退 以及中美贸易战 中美科技战 所造成中国市场 对欧美市场商品的需求减少 这个其实都已经给欧洲 跟美国的企业带来冲击 所以这个部分会是 是我所看到的 像彭博的分析师 他就说 中国需求的疲弱 看起来会让欧美的市场降温 那这个是他们觉得 也许可以在这个时候 暂时先踩一下刹车 不生息的原因 你认为呢 当然就是说 因为中国市场的疲弱 就抵消了 抵消了沙特跟俄罗斯原油减产的效果 虽然油价还是上来了 坦白讲 我认为西方国家 每件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来 都认为 都认为 就是说沙特跟俄罗斯的联合的减产 是冲着美国的 不 他只是要抵消中国减少进口的那一块 因为你看他的数字就知道 那个数字大概就是 他每天减产的数量 但是大概就是中国减少进口的数量 那中国的经济在休息啊 那在休息的时候 但是他不想让油价跌 他不会让油价跌到呢 70美元以下 你得到70美元以下 你的页岩油就活过来了吗 他就不让你活啊 他态度很 就是反正就很清楚 好 所以他现在呢 就是把油价呢 把油价撑起来 当然他会营造出一个 一个气氛啦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沙特跟俄罗斯呢 现在 很有默契的 在油品市场当中的同步 这个是一个新趋势 因为过去美国都是 美国在操作全球的 能源市场的时候呢 一个呢 是把军事力量呢 摆在中东 让中东始终的紧张 需要他 另外一个就是呢 挑拨几个主要的产油国 尤其是在 在呢在俄罗斯呢 跟跟中东国家之间 可是现在中东跟俄罗斯 站在一起了之后 那美国是一个能源的进口国 美国是一个能源的出口国了 他已经没有 没有能力呢 再从市场 去干预到这些国家的合作 那再加上就说 当沙特加入到金砖以后 那个味道呢 就更清楚 就变成是 南方国家呢 借着能源的 这个掌控的优势 在和先进工业国家呢 在这进行的对抗跟谈判 那个味道呢 会比较清楚 好 但是 那就算我不 就算我不生息 但是通膨看起来 也不会降温啊 那这次撑能够撑多久呢 嗯 现在其实各国都在 回到你刚刚讲的 现在中东的问题 美国当然不是不知道啊 所以美国其实也不乐见 油价积蓄标的这么高 因为油价越高 对俄罗斯越有利 油价越高 对中东国家越有利 尤其你看湾区这六个国家 现在赚了口袋都满满的 所以接下来 他们会大肆的采购 大肆的发展 这个其实是完全违背 美国想要的利益的 那你说接下来的 这个通膨的危机 当然还没有接触啊 但是美国的购买力 现在最新的数据 已经慢慢看得出来 因为物价上涨 已经正在需求 疲弱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会是我所看到的啦 因为对联准会来说 当然我们都知道 货币政策是两难啊 你一方面希望可以控制通膨 控制物价 但是另一方面 你也不愿意打击 基本的需求 还是希望能够维持 所以否则如果出现 像日本这样的长期通缩 它是最不乐见 当然是目前不太可能这样 可是以现阶段来说 我看到的所有分析师 根据最新的预估 可能会出现的经济指标 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预估 包括日本 即便是日本 因为美国宣布 降利率政策之后 会换 两天之后就换日本 那日本目前我看起来的预估 也是不升息的 不过我觉得 我也没有评论 此刻我只是给提供 我看到的给大家做参考 那表示日本的 现在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会再持续 因为日元已经宽松了 非常非常久了 它的通膨率已经到 到三了 所以还没有到它的满足水准 我们接下来其实可以看 因为我们现在录的时候 它还没公布 因为礼拜二 美国会公布房地产数字 还有它的就业的初步统计 那是在礼拜四 然后加拿大 加拿大八月份的通膨率 也会在这个礼拜宣布 那央行当然就紧定了这个策策 好这个呢 当然是这个礼拜 在国际的金融情势当中 大家要关注的重点 我就觉得最近国际的空气流动 是很复杂的 是变化莫测的 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时间 在关注国际的政治经济 金融情势来讲 我不晓得 我觉得都有一点点不安 就是总觉得要发生什么 我觉得这个过程 其实你说 eventually可以怎样 我倒没有太担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有点像 原本是一大片的披萨 你现在硬是要把它拉开 就是坎西 前面的起司 你就很难去区分 这个起司要拉过来 还是留下去 都吃下去就好了 对 我的意思就是长期来说 最后只会吃下去了 我不太相信 美国会因此而垮台 虽然很多人希望它垮台 我也不相信中国会因此而崩溃 虽然很多人希望它崩溃 可是就是这个撕裂的过程 它必须让我们很多的企业 都要去做选择 然后很多的投资人 都要自己去压住 都要去赌 在这些企业会怎么选择 然后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 至少在这个过程中 我应该目前跑到哪里去 是比较安全的 我说现在的局势是这样 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真正让你避险的机会 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赌一赌方向 其实赌方向赌对的时候 或许就是最好的避险的方式 但是要赌方向就需要做很多的功课 好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沈云冲 感谢好那除了除了飞碟联播网 除了飞碟早餐的沈云冲的时间之外 平常如果你非常想念沈云冲 想念到受不了的时候 那呢podcast上面呢 你可以你可以呢随时呢 随选随听了沈云冲说财经 可以让你在夜晚的时候呢 听到沈云冲的声音呢 睡睡觉的时候会让自己安心一点 感谢来君文读随的新闻